千呼万唤使出来 未来的一季度财报终于发布了 营业收入在下降 但是亏损却在提升 根据未来发布的一季度财报 他们的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07亿 虽然同比去年的一季度 营收上升了7.7% 但是大家别忘了 去年的一季度可是在疫情期间 如果是缓比去年的四季度 营业收入就大幅度的减少了 而他们的亏损呢 在今年的一季度 未来的净亏损达到了47亿元以上 朋友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亏损速度下去的话 2023年未来的亏损将接近200亿 那么以未来现在手中的陷阱 请问未来还能撑多久呢 那么再根据未来自己发布的财报 他们现在的全部的总现金是378亿 也就是说即使用到最后一分钱 未来也可能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一季度的财报还不是最长的 最长的是在一季度财报会上面 他们还透露了二季度的交付指引数 是2.3万辆至2.5万辆之间 那么这个交付数将会再次低于一季度的交付数 那么在二季度财报发布的时候呢 他们的营收将会比一季度还要低 不知道亏损是不是又会再次的刷新47亿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也很快 三个月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李斌就说了 我们在三季度交付数会突破2万辆 因为我们有ES6的厂能爬升 还有ET5以及ET5的旅行版 那么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 在2022年的时候 ET5上市之前 他们也曾经说过随着ET5上市 他们的月交付数将会突破2万辆 但是结果大家最后发现 即使到2022年的12月份 他们用尽了全力 月交付数他们也仅仅是到了15000辆的这个台阶 并且关注未来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5月份的时候 ET5的销量已经下滑到4000辆以下 只有3000多辆当初的那个 寄予后万的要超越宝马三系的ET5 现在也已经沦落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ET5不行 难道寄希望于ES6和ET5的旅行版吗 那么ES6呢 我前面两期视频已经说过了 已经完整的交付州已经出现了 但是未来的州交付数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至于厂能爬坡这件事情 在当天的业绩说明会上面 被问及次品牌的时候 未来的人员曾经表示 厂能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厂能能够覆盖未来品牌 和阿尔卑斯两个品牌的厂能 所以大家都听到了 这是未来官方人员说的 厂能根本没有问题 那么厂能爬坡又意味着什么呢 可能仅仅是一个习惯性的借口吧 未来还有未来吗